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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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對於這個規格來說 第一需要有一些贊助人 或者相對來說有一些發起人 基本上就是對於這個規格來說 它會負責出一些前期的資金 去創建這個規格的 當然創建的意思就是找投資團隊 搞這個上市的程序 當中需要一些文件 一些行政的費用等等 當SPEC正式上市的時候 當然有投資者 投資者會買入這個SPEC的股份或者單位 通常來說以美國的慣例 每一個股份或者單位 都用10元這個價錢做起步 10元美金 亦都在買入這個股份或者單位的時候 通常都會配搭一個認購的權證 即是變成投資者除了買入這個SPEC的股份之外 亦都會買入這個SPEC的一個認購權證 但是這個認購權證就不會立即可以生效 立即可以賺錢的 通常來說這個認購權證都會給現價的10元 是會高一點的 可能是11元12元 變相這個SPEC真的升得起了 投資者才會去行使這個認購權 才有機會在這個股份權證裡面會賺錢的 當然最後當然有一個信託公司 因為這個SPEC 我們剛才說了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資產的 只有現金 當然現金就不是放在SPEC裡面 如果放在SPEC裡面 可能投資者會擔心 會不會被管理公司拿走了 偷了去等等 所以每個SPEC 通常都會有一個信託機構 信託公司就會拿著這個SPEC所有的現金 不能動的 是的 這個現金基本上只能夠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收購到一個合併之後 是用來做這個收購合併的 第二就是如果一段時間 都找不到任何收購的目標 或者找不到任何合併的目標的時候 這個信託機構就會將所有的現金 交回給投資者 通常這個年限都會是一至兩年左右 現在大部分SPEC都會用兩年作為一個期限 這個有趣的地方 究竟成敗是怎樣 究竟上了試之後 能不能夠找到一個併併的項目 是吧 所以下一個測試又可以給大家看看 整個運作流程 大家就會明白 當你投資了這些概念公司之後 其實會不會有機會 自己的投資 譬如剛才Wyman提過 如果我上市的時候 認夠譬如以10元美金去做 我是初始的投資者就是做 但其後的投資者在二級市場加入 或者追捧這些股份的話 其實是沒有這些權限的 可以這樣說嗎 是呀 沒錯 我想對於投資者來說 剛才Debbie說得很清楚 你一開始IPO時買的當然是10元 但之後基本上你要買買的 都會跟回市價 所以如果你說市價升到15元 10至20元你才買的 基本上就不代表你的投資成本是10元 就用回15元或者20元去計算 但整個流程我想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這個SPAC成立之後 基本上一開始的運作 一開始第一天 它就已經去找不同的投資項目 或者找不同一些可以收購 或者合併的項目 當然很多時候這些SPAC 都會由一些比較專業的人士去管理 例如相關行業一些出名的管理層 或者是一些很出名的基金公司等等 所以其實它們本身有一定的背景 例如某些行業 例如科技類 健康護理類 甚至如果你說專門一些的 科技類可能會講不同的範疇 例如有些做晶片 有些做AI等等不同的行業 所以其實買的時候 其實對管理層的認識很重要 因為這個都反映了究竟這個SPAC 在將來比較大的機會 會收購什麼公司 或者合併什麼公司 而它們能夠找到好的項目的機會 高不高 當然整個流程裡面 第一天就開始找 當然一邊找一邊找 找到的就開始會經價錢 也都會談這個收購合併的一個條款 如果最終是成功的 當然一定要透過SPAC的股東投票 股東投票OK了 最終這個收購合併才是會完成的 這個SPAC也都收購了一些新的項目之後 會正式會令那個身份繼續上市 維持一個上市的地位 但如果你說在這個流程裡面找到 但最終是談的條款不對的 最終是不能夠達成協議的 當然就再找一個 因為在兩年時間裡面 這個SPAC都可以不斷去找不同的一些 收購或者合併的項目的 去到去找到 而股東又投票說不行的 否決了的 當然就一樣 要再重新找一個 去到最後 如果兩年都未能夠找到成功的 或者找到成功 但股東最終都是不投票贊成的 就要回水了 這個SPAC就要解散了 最終信託人就將所有的現金 回回給投資者 所以很多人都說 投資SPAC 如果我是IPO買的 基本上我不會虧錢的 因為我付了10元 他最終是會付10元我的 因為整個SPAC裡面 所有的行政費用 所有的運作費用 都是不需要給投資者付的 都是個始終人創立人付的 所以都對投資者來說 他可能會覺得真的沒有風險的 因為事實上 最終他找不到東西 我就最多打個禍 基本上 兩年後就只有一個吉 但是在二手市場買的 那些就不是了 如果我15元高追了 最後一件事搞不定 其實如果按照認購價10元 其實我還是要吐5元出來 是啊 沒錯 所以對於二手市場買入的 投資者就要留意了 真的找不到的話 而你又是買價超過10元的話 這個就一定會有損失了